近日上星期美股有五年跌的情况 上星期五公布的生产物价指数 升幅达到8.3% 被视为通胀攀升的征兆 例如大行高盛摩根斯丹利 也说美股有机会有10%的调整 比较高位已经由历史高位跌了2.8%左右 你认为回调机会大不大? 其实这一轮应该说大约是在 我想再早点开始 其实华尔嘉那边已经说 应该有10%的调整的机会都很大 因为如果看回美股以S&P500为例 在过去已经由17个月里面回了一倍 所以如果有一成左右的调整 是一个很合理正常的范围 甚至其实你说再多些 其实还在一个大场升浪里面 一些正常的回调范围里面 现在大家都在担心 是不是如果开始第一步缩减买债 收水的话 是不是开始缩减买债 就会引发一个借势的调整 其实我也觉得缩减买债本身的问题 其实就不是太大的 如果美联储应该正路都会逐步来 那才去到最... 因为前排巴威尔就说 缩减买债和加息其实就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程序上来看 那你都是逐步缩减买债 才去到开始 去到再之后才有一个加息的可能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些操作 只不过是会不会借势调整 而过去九月都是一个传统上 不是那么好的月份来的 所以他们很多都说 是不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调整的机会 但是呢 现在就上个礼拜是 就是开始有这样的势 因为一些的大型科技股都开始下来先的 那他们就会影响着指数比较多 所以从而都影响着市况气氛 那就和上个礼拜 一来星期五的时候 然后呢 那个帮邮是开始抽回一点点上去 开始又去逼近1.4的 而股市就变成了是高开低走 加上苹果本身有个和APP的风波 那就影响到它 因为它平时在APP那里 它会收大约三成的苹果税 那就影响到将来在这一边的那个 那个的盈利 当然其实对于整个本身的言论模式 其实就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只不过是个盈利能力 不过这件事也都是 昨天算是一个判决出了 星期五算是一个判决出了例 但是就应该再之前 其实已经是一些的分析员 已经一直在计算这件事的 所以都是在一个高位之下的借势的回落 所以究竟现在美股会不会再跌呢 是不是要去很担心呢 其实一直以来 就算你说看回现在S&P这个走势 中间又跌了一成 其实一成已经是一个很正常声势里面的调整 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发生 但是如果你说经常要去怕有什么事的话 你中间一直都会有很多事情要怕的 如果你是在看长线的话 你中间都会有 譬如现在又怕收水 再早点又怕是不是疫情 这一轮一跌就会说 要么就说怕收水 要么就说疫情恶化 这样的了 那么就变成了我会觉得 如果部署上 你就未必说需要因为这样害怕而走 而我的做法是看回 股份有没有穿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那么你看到那个位置看得多远呢 那么看回你本身那个 你整个投资的长度 因为那个人不同 有些人很短线有些人很长线 但是就没有什么必要说 要去怕定了 如果你看回长线 那么如果入市的角度上 我都会觉得 如果假设你是没有美股的持仓的 你现在才进的 我会觉得都是 就是你是要慢慢开始建仓 不论现在的市况 是不是在历史高位开始回落 还是个位都很低 其实都是逐步去建仓 会比较是好一点的做法 那我就会建议你不要一下子 在这些时候突然间去 我开始入美股了 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真的担心一个调整要来的时候 留一大部分的资金之后可以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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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对